為了推動台東市美景 4月20號上午 來自彰化市的市公所與市民代表們 前往台東市公所參訪 台東市長張國舟特別表示 歡迎在公所三樓大禮堂 以影片來介紹台東人文之美 因為雖說我們一個人口的外景的話 我們簡直見了兩期 我們台東市可以說在我們台東市 是一個交通的一個樞流 我們不管進出我們花蓮 我們到往南的話 南尾的話到高雄 以及往北的話 都是各個現在一個縣民必經的 一個路口 所以說在台東縣 我們的行政 以及政治的中心 去帶著我們台東縣 真的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們台東市 我們還是以農業為主 我們也是一個 吳淵聰一個美麗城市 因為在我們縣政府 大致的支持之下 他現在就以一些光光 以光光跟農業 來互相結合 來自彰化市公所的 民政科課長率領公所人員 以及彰化市代會 副主席陳文斌 也特別感謝張市長 這麼熱情的接待他們 台東市民代表會副主席陳真福 也代表主席胡中南 特別致歡迎辭 歡迎各位前來台東 台東是這裡的好山好水 好風情 我們本市的得色 就是炸汗燈 應該我們的代表台 應該都知道 不然這個馬卡巴海 也是在我們台東 我們市長也非常提供 這個馬卡巴海 介紹台東市公所每年的重點活動 像是元宵節 還有即將到來的 馬卡巴海系列活動 希望這一群來自彰化市的朋友們 可以屆時來一起同樂 彰化市民代表會副主席說 這一次來到台東市參訪 看到人文風情這麼的美 讓他們很讚歎 也說會把台東的好 帶回去未來作為市政的參考 更讚賞張市長帶人和樂親切 率領的公所團隊積極 難怪打造出這麼優質的 台東市政與人文風情 市長張國舟特別製贈紀念品 也說有機會 希望帶團到彰化市來交流 建立長久深厚的友誼 東太宣布政府在台東市的 彩虹報導 歡迎大家來參加 國女的合家 通常在地南甫橋上